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啊 痛到不行 它根本就是电极棒的程度 很痛 真的很痛 一条一条 有耶 好像被人家降光 真的耶 歡迎光天的女人我提到 現在的人真是幸福啊 這家呢 就是滑滑手機呢 按下去呢 你就可以購物了 然後呢 我個人 因為比較傳統 所以呢 我享受購物 是因為我可以開始 就是有一點點打扮 然後媽媽也在打扮的同時 我們想 等一下先去來個下午茶 然後我們就先去第一家的精品店 然後第二家是什麼 所以在享受啊 可是現在的人不是啊 他們就是 你知道喔 進來報名的 我就遮他們 一直在看腳本 一直在遮 遮 活該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要去摸摸質料啊 摸摸材質啊 然後要比一下到四川啊 你們都懶得出門 然後呢 當然會碰到雷貨啊 那就是所謂的 雞王是不是 雞王嘛 如果你買機器 對…比如買車買到車王 雞王 雞王 雷品 對…一起團購 去年一起團購一個廚師機 我們就有一個那個同學 就是化妝師 他就是每一次都會買到雞王 這麼厲害 對 我們大家十二台 可能九台都好了 只有他很習慣 每一筆 團購 只有他那個畫不出來 然後會一直脆掉脆掉脆掉 他就是會這樣子 我們想說這個跟星座有關嗎 老師 我到底是雷神還是爛貨 不是 買到爛貨 其實我一直覺得買東西是有方法的耶 有的人就是會貨比三家 很認真在比那個CP值啊 或者是品質跟價錢啊 有的人就是沒有耐性 老師您一定是那個 不出門購物的嗎 那你不會買到爛貨嗎 你今天有辦耶 你看你對面的鄰居 你們會退貨嗎 不會 都不會 退貨好麻煩 好客人耶 很麻煩 我有一次 應該是那個時候拍中級的時候 我第一次買那個 Range Rover的車 我就買到雷車啊 Range Rover可以買到雷車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 他就說 藍小姐 我們這個 100台 看有沒有這樣一台 哇 你真的是很厲害耶 你是Range Rover 然後送來是Outlander是不是 我開新車嘛 然後我們都是外景嘛 突然來個午後大雷雨 我的天窗 開始 狂滴水 我小時候我就想 跟我出去講 你是不是天窗沒關 他說有啊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開啊 因為那個是新車嘛 他也不敢開 是我開去的啊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弄弄弄 因為椅子啊 裡面全部都是水 我的媽呀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 我們躲在室內嘛 在等雨停 然後呢 等到收工的時候 一開車門什麼 裡面怎麼都濕透了 就趕快開去那個 那他有換新的給你嗎 沒有 他沒有換新的 他們應該是幫你修一修啦 因為他們 都他們換一台給你花 他們那台車就變得了 那就是運氣很不好 對 其實就跟買房子一樣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洗車一樣 有一種的人 他一洗車就下雨 對 那也算是一種雷貨 就你啊 還有買房子啦 看房子你也要白天看 晚上也要去看 對啊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懂了 現在我簽新車 我就要抓著那個銷子說 走 我們去洗車 這樣嗎 也可以 應該是不至於的 我覺得那可能是那個車型 可能本來就有問題 對 所以像我們男生的話 就很叮驚 我們男生就會一直比較 真的 比如說什麼車系 他容易車頂弄水 我就不要跑 好像都沒買過了 真的 我們男生很喜歡 去看實體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碰到 來個直覺 直覺嗎 對 我們來做直覺測驗 好朋友忽然聊到前任 沒事忽然跟你聊到前任幹嘛 真的 聊的重點是什麼呢 他會告訴你 一 那個人現在不得了 想不到已經是 你看這個專訪也有他 那個專訪也有他 他現在厲害得很 難道是我眼光不好嗎 他有點後悔的感覺 或有點佩服 二 對方過得普普 沒傻搞頭 其實他這樣講的原因 就可能是 我早很久 這個人就消失了 或者是 有忽然看到人家按他讚 然後看起來 你看沒有我 果然不行 對 炫耀自己 就普普通通 開心 更早 對方是惹上官司 惡有惡爆 所以他是在告訴你 太好了 看吧 我沒告他 也有人要整他 惡有惡吧 惡壞蛋 對 四 對方家庭美滿 跟另外一半很恩愛 就是每天都曬小孩 然後看起來就是 終於找到了很棒的另一半 有一點感慨 但是也有一點覺得 祝福你 那你這個好朋友的心態 是什麼呢 請直覺 好朋友跟你聊到前任 聊到重點會是什麼呢 請一直覺作答 選好之後 請唐老師公布答案囉 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測什麼 測的是什麼呢 各位同學 購物蛇 購物 購物蛇 容易翻車的原因是什麼 翻車 很好奇新美姐 我先來揭曉新美姐的好了 好 新美姐為什麼車子 也會買到翻車的 對 來 有這個韓族 新美姐還有王晴 巨蟹啦 射手啦 天蟹啦 翻車的原因是 還翻車120 最會翻車就是你們 翻車我 翻車我 來來來來 要嘛就是 沒腦子 只看圖片沒 或者是很衝動 對 非常想要就衝動下單 超準的 超準的 沒有在做 非常想要看圖片 我跟你講這一組 我沒有辦法教你怎麼樣會購物 我只能說你要多賺點錢 對 你一定會買到很多 你會後悔 但是又懶得退 又不知道怎麼退的東西 盤子出來 所以等一下這三位盤子 麻煩你們分享一下 對 好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把那個 不是單獨的都講一下 好 便便跟佩潔 好 便便跟佩潔是 對方現在很有份量 那麼你們翻車的指數高嗎 購物翻車80 也有 好像沒有字可以講 刺高刺高 怎麼會 摩羯絕對是購物狂 雙子爺是亂買的 很謹慎的 旁邊有人說 或心頭一熱就盲目購入 對 腳踏車 不能被雞 被雞絕對買 對 第一個被雞 第二個 明明頭腦知道它可能有問題 但是我現在就心頭一熱 可是那個一熱 我跟你講這一組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把你拉走 你量下來就好了 對 要交對朋友 對 老師您言下之意 就是說我們120的是 把我們拉走了 沒有用 我們還會自己回再回到面前 偷偷買 你會偷偷的 你會偷偷買 你會買著我們買 我都害羞了 把他拉走還是那邊 因為這個是你想要的 你的心的熱不會消失 他們只是一時的熱 我們還有救 只要把它拉走 他想一下他就會覺得 其實不需要 會清醒的 會清醒 我們先看晨熙 晨熙這個家庭美滿 覺得對方家庭美滿 那麼你的翻車的指數跟 原因是50 衡量價格跟需求 想要方便就願意多花一點錢 真的 是屬於乙性購物派 很務實 所以最聰明的是宇柔 哈哈哈哈 會不會150 會不會 覺得對方過得普普 跟宇柔一樣 那你的翻車的指數跟原因 是30 或比三家有耐心的慢慢選 比較不會上到 很準耶 而且今天那個通告還說 奇怪宇柔姐怎麼會來上這一集 我說我們還是有30%你知道 就是有買到一些翻車的東西 對 真的有 已經開始拽起來了 還是有的 那你等一下要憑良心舉牌 好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 好的 這邊有準備了三條 購物崩潰事蹟 第一條是什麼咧 買到超雷商品 大家就不要讓來讓去了吧 誰先 就跳出來吧 先給120%的 好 很多啊 一家人一家人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在飛機上 不是常常會看到一些網購 就是購物目錄 然後每個都是說在國外賣得很熱賣的 那時候我在坐飛機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是 國外很紅的居家音波儀 你知道買一台就可以在家裡 不斷地打音波 拉提拉提 我們就再也不用去醫美診所了 那這一台呢 兩萬塊不到 不買嗎 以後你看可以省多少錢 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它買下來 那因為在飛機上你也不可能適用 反正就是你知道它篇幅很大 然後國外都說讚讚讚 給它很多心這樣子 結果這個音波儀啊 痛到不行 它根本就是電極棒的程度 我打了一下就不然 你知道沒有人 會不會其實那根本來就是電極棒 沒有人承受得了這個痛度 因為你在家裡打音波 你也不可能幫自己出拿藥 對吧 那我想 就是應該是 ㄉ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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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電極棒打到暈倒 我剛剛本來想說 你自己示範你自己看看 用到受不了 對 你打手 我不信 我也不信 我這個真的是可以拿來防身用的 你幫它弄 它是音波對不對 就是打臉對不對 打臉 那就直接打殺惡線 那我們等一下要拍兩邊的不一樣 會不會燒焦啊等一下 我們以後還會是朋友吧 來囉 Oh my God 目前還好 目前還好 你看它發紫就代表了 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有 那是墜落嗎 很痛耶 那直接來三囉 妳覺得最強 慢慢推喔 好 直接最強 第三個 你好勇敢喔 他在裝 他在忍 他其實手心在冒汗 來囉 你要不要嘴巴咬一個東西 還好耶 真的嗎 還好啦 受不了 可是你的皮比較厚 是嗎 你有看到藍果子 他很痛 真的很痛 你不能放太久 對 放太久很痛 但是你有沒有打到痠到骨子裡 這根本就是防身用的 它是很像人家拿那一排 一直插你 插你插你那種感覺 感覺真的有小耶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 紅掉了 他整個臉都紅了 他有點像燒焦 就是 火燙到的感覺 我想用手試試看 好 他滿強的 對啊 很痛 很痛 來囉 停一下 停每個地方停 好的 不要了 是不是可以防身 他令人恐懼 雨柔 試試看 No way 姊妹你剛不是要試嗎 沒有啊 我覺得 我生命中 有一個勇士 最勇敢的就是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看來在忍 但其實那個 打到骨頭裡的那種痠 對 他有深入 對 他打到骨頭裡的痠 很深入 但我覺得應該是有效的 對啊 可是真的太痛 我真的在家電一下 我就想說 好 以後留著防身用 你打幾次啊 你買來 我跟你講我這邊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們在家 也不可能幫自己敷麻藥 就所以我就 還要敷麻藥 這個痛是我必須要敷麻藥 才忍得住的 因為前面在裝對不對 這真的會痛 你不用靠近 但他其實是爽痛爽痛 我覺得滿舒服的 貝姐 是我好像可以跟你買 可以 一萬五就賣你 我原價回兩萬 沒有人收 該說他太有效了 還是該說他太可怕 這個真的撐不住 可是他既然敢賣的話 應該也都有測試過了 應該不至於說 就是可以忍痛的人 還是這是適合阿兜阿的膚質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就是他在 就歐美什麼熱賣啊 然後什麼 覺得是很棒的東西 我才滿滿看 可是我真的扛不住 所以兩萬塊對我來說 我覺得大家擺著 你有詳細看說明書嗎 會不會他真的是電極棒 我也覺得就是這樣 你有話說 是比較危險的國家做防身用 你想靠近我是不是 來 這樣子打 我們現在這個角度 看便便的臉這邊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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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穿上去耶 這裡好像那個被 對啊 這裡有沒有 一條一條 有耶 被人家這樣抓 這邊 我感覺這一台 如果給專業的醫生 幫你打的話就會 你就是掌握住那個美感 就會很好 但因為我們消費者 每一個人自己用 就可能會嚇到 你看我的手 也是一條一條的 對啊 好像被橡皮筋這樣打 對彈到 對 它那個滿深層的 對 它那個滿深層的 是啊 自己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給過耶 真的受不了 老師有用 因為老師 我們 哪有 我已經老皮 我最老皮了 可是我超怕痛的 真的喔 我超級怕痛 來…接下來是寵物 寵物的商品是誰 我喔 就是我之前就買那個寵物喝水的 寵物喝水不是都要有電動的 它會自己噴水出來的嗎 然後我家的那個剛好壞掉 但我家因為有太多隻貓跟狗了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買一個好一點的 給牠們用這樣 那買之前我就已經做很多功課了 我就會問所有的朋友 然後還有上網去看說 哪一台會最好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網路上買 太多了 真的 而且價格很便宜 就是真的跟店裡的那個價錢 標價是差很多的 大概差了大概有500塊左右 但是因為我就想說 網路上面去買的 畢竟還是有一點可怕 風險 對 因為我真的如果要退的話 我就不知道怎麼退 結果我買一回家 用了之後就 奇怪 才用一個禮拜喔 它的馬達就不轉了 因為那個噴水的話 它會一直搭搭搭 一直轉 然後就會出水 我就想說太奇怪了吧 才一個禮拜 是我不會用嗎 可是它用法又很簡單 它就是只是插電 然後裝了水之後 它就自己會出水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感應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舌頭在那邊 沒有 我在那邊試半天 因為它有一個是smart的模式 確實是 可是我就是用一般no-mo的模式 然後它還是一樣就是不動 不行 然後我就帶去給店裡面的 那個店員看 然後它一插電 奇怪它又倒了 最氣的就是這個 它就跟心梅姐問的一樣 它就說 這不是你按到什麼 smart模式還是什麼 我說沒有 因為我看得懂 所以我有把它調到一般模式 結果我帶回家 一插電 然後一裝水 用了 它又不轉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 來來回回 在那個寵物店 它就覺得我是不是在甩他們 還是怎樣 我也覺得我就很冤枉 我明明為什麼 就是回家之後 它就是不動了 而且你才買 剛剛買不到一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好 那結果就送去之後呢 它就幫我拿去那個 就是總公司修理 然後我再去 通知我去拿的時候 我就拿回來了 這個出水 它確實會出水了 但是我回家的第三天 就發現另外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它的馬達很大聲 它會這樣 我就想說奇怪了 它不是已經回去送修了 怎麼又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後來我又再去爬文 然後就發現說 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我整個送修了 然後呢 它可能幫我換了一台機器 那可是那一台機器 也可能是二手的 整新品 對啊 可是我覺得我已經很預防了 你看我又已經 沒有在網路上面買了 然後我又拿去店裡面 就是這樣子送修 可是還是一樣 後來我就直接認賠 我就不要買那個牌子了 我就直接買其他牌子了 好 第二條 好 第二條 網購圖文不符 這很容易耶 這超容易的 就是我本人了 就是你嗎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喜歡 就是在實體購物的人 但有時候艾瑜真的太忙 或者是你在打發時間的時候 或是太無聊 就太無聊 你會滑嗎 那你滑在網路上 我覺得很常會買一些 你實體不會買到 你覺得很好看的睡衣 然後那個睡衣 它裡面就會講說 它會附一條什麼樣的內褲 譬如說 三角的 四角的睡鍋 或丁士褲 對 但是因為艾瑜它那個地方很私密 它不會拍特寫給你看 不會嗎 不會 它就是只有外面那個長的 那個罩衫 就是它會拍那個很美的樣子 它內褲就不會特別拍特寫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回來 我比了已經 我套上去之後我想說 這是百七十大褲型嗎 這好嗨喔 等一下 對啊 你有什麼道理 外面兩條 比中間還要長 所以等於我 中間這一條會被吃掉 你知道嗎 天啊 我如果 真的有畫面耶 我如果中間這一條 吃進去之後 我再穿個褲子出門 我是在做按摩嗎 有沒有可能 它就是要寫你按摩一次 對 會不會是情趣 它我買的不是情趣啊 然後你說如果這個珠珠 坐在比如說在屁股後面 那還要到 也還看得到 但你坐在正下方 到底什麼意思 那邊是有穴道嗎 是什麼會坐在這個地方 它就是走情趣路線 對啊 就是情趣啊 它是送的嗎 你說要我現在示範嗎 你很可憐喔 不是 它送的啊 那會不會就是賣不出 這個瑕疵品啊 這個很蝦耶 你會想說 我買一套全白的睡衣 我就會想要有一件 它居然有送褲子 然後價錢又一樣 我就當然會挑有褲子的啊 對不對 我想想 但說不知褲子來 沒辦法穿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小芸 今天呢 我特地要來訪問女人 我知道的官網策展 八月份的封面人物是誰呢 就是我們曾沛慈 是我的 我們曾沛慈好久不見 對啊 好久不見沛慈了 而且你知道嗎 我看到本人 她皮膚超好 人超漂亮 就是很瘦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種高高的女生 就會幻想可以成為 這樣的女生 沒有啦 真的 也很漂亮 沒有 我只是有這些東西加強 但是我們 其實沒有要放過妳的意思 我們有一個 你不知道 曾沛慈的三件事 我真的是怕我自己都 不知道 這樣的嗎 因為我進行很差 好好起用 大家會看妳唱歌啊 看妳演戲啊 但是一定還有很多 比較不以為人知的一面 我們一個一個來問好不好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平常飲食如何維持身材 你看喔 你們認真看喔 她臉這麼小 手臂這麼細 肩膀這麼平 這很難得耶 我必須先跟大家承認 我覺得我 真的嗎 因為我就是跟著幸福肥啊 所以我自己其實現在要很 努力的去 去意識到 然後把羞恥心撿回來 但我做得到的話是 譬如說我假設我很漂亮 我晚上10點11點 我吃宵夜好了 我還吃泡麵 那我隔天 那妳不腫嗎 腫啊 所以就是 如果真的腫到不行的話 各位運動 或者是用刮沙幫那種按摩穴道 消水腫 再狠一點 那妳就斷食 我可以做到 18個小時 18個小時 因為如果你真的狀態很差的話 然後妳也讓腸胃休息 大部分都是為了工作 工作以外我就沒在管 呈現幸福肥的狀態 然後幸福就好了啦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做什麼運動 對 妳看到做運動 妳做什麼運動 我其實現在會比較多是在家裡 就是一個瑜伽店陪著我這樣子 現在很多人都會在YouTube上 是 放自己的那個教訓 教運動 對… 看妳想要跟亞洲人 或是跟亞洲人 通常都會跟身材好的人嗎 妳選一下 對啊 妳想要這樣 就看身材好的人才有動力啊 就跟他一個課程這樣子 那比如說15分鐘 15分鐘左右 然後如果還有時間 我就會再挑兩三種不同的 比如說這個有氧 那可能下一個就間歇 然後最後一個練核心 對… 可是這樣超累的 大家還是要衡量自己身體狀況 妳會追劇嗎 看電視 妳就超慢跑啊 大家搜尋很容易搜尋到 但重點就是妳腳尖先落地 腳尖落地 就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妳可以妳建議 是走給我們看嗎 先這樣 好… 妳就這樣 天啊 有看過貝爾超慢跑嗎 跟妳平常跑步或走路一樣 是 但是唯一不一樣就是妳腳尖先落地 腳尖落地 腳跟在落地 所以… 原地就好了 原地 妳要走也可以 然後妳就手跟著稍微自然擺動 就是妳追劇的時候 站起來 妳想要無負擔的運動 妳就這樣子 就無腦 然後妳就… 那我學到了 對啊 十分鐘也OK 大家都學到了 超慢跑 對吧 對啊 我們來看看第三個 最近發生什麼糗事呢 那件事還上新聞 我最近就是我去唱校園 整個已經熱到有點就是 頭很昏 然後我就下台跟學生們互動之後 我要走上去 然後我的衣服可能太長 因為我走路常常會 我是不平衡的 對… 然後我就整個 我在唱喔 我一個人 然後我的膝蓋直接 就是雙膝跪地 而且它是鐵的樓梯 還在唱 所以我就趕快站起來 說我沒事… 其實我心裡真的覺得 好痛喔 就是還好 我褲子沒有被我踩掉 對… 不然我真的是 球上加球 還好人沒事最重要啦 但是同學們 可以見到妳這麼可愛的一面 也是一種賺道喔 今天謝謝佩慈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看到好多佩慈可愛的一面 那大家也要鎖定女人 我最大的官網喔 我多變也有不變 我堅持 最美的是自己 想世上 不能只靠天生立直 想世上 還要天天堅持 想世上滴雞雞 再來你們看一下我這個桌子 有這一堆東西 那到底是什麼啊 你們就是開路前 大家都很好奇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你好像手工小姐姐 我在買它的時候 它在網路上 是一朵這麼大的玫瑰花 然後我就說它好美喔 如果我把它買回來 放我家的某一個角落花 它會很漂亮 然後寄來包裹的時候 就小小一包白白的 我想說我沒有買包裹 怎麼會這樣 然後打開就是一堆 沒有這個喔 就只有這樣 就打開就是這樣 打開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說這是什麼 它要你自己做啊 對啊 對 它要我自己做 對啊 我為什麼要自己做 我要買現成的啊 我哪裡有時間自己做 然後我就想說 你是沒看清楚說明啊 那我跟你講 我還再回去看 它上面完全沒有提到 這是材料包的 你知道嗎 它就是一朵現成的花 然後好 我也認了嘛 我就買到了吧 對不對 它也附了說明書了 我就想說 那買了 我也不想退 就摺吧 我們就認命吧 它呢 我跟你說 它其實 我已經花了三個小時摺 才摺了這幾片 三個小時 你看它有多難摺 然後呢 你們一直問它是什麼 它其實呢 什麼意思 它是一片一片的花瓣 然後摺完之後 而且還要摺到很漂亮 你要摺到很漂亮 然後你要把它這樣 自己弄成一束花 你看我現在一直摺了幾片 我花了三個小時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摺下去 這有難度 這樣看 然後它就是這樣一直 五指徑的堆疊 然後就會變成我網路上 看到那一朵很大的 玫瑰花 它會不會是它的花圓 很合理很漂亮 宇柔 你買了好奇怪的東西 我到底為什麼 要花一堆時間 在那邊自己摺 會不會是你手鐲 你沒有繪根 媳婦姐 我很會到手座 連我愛做手座的人 都受不了了 還是我這包等一下 直接過給你 那摺好之後 我覺得跟背景也滿搭的 可以拿來信長看看 有耶 顏色倒數 還好啦 這幾個加起來 沒有到兩萬塊 是沒有 好 來 晨熙也有 其實我之前 已經買了一陣子 然後也觀察了一陣子 然後東西都還滿好的 品質也都很好 然後他們會定期出一個 就是福利儀 就是他們比如說 模特兒拍照的時候 可能就會穿那個 然後他就會把它拿出來便宜買 好 我就想說 我也來買買 看這個福利儀好了 價格真的會有比較便宜 但買回來打開的時候 我整個嚇到 因為 那上面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上面不知道是血乾掉的血 還是什麼 還是就是 它的滴在各種很可怕的地方 比如說就是像該B 或者是 前面那個胸部的地方 真的 奇怪 這真的不敢穿耶 這感覺跟宇柔的那個 內褲 內褲的地方 可能那個線才會有好 人家是純潔的 人家是純潔 你那是原味 我沒有卡到喔 我都長梳子而已 所以我就想說怎麼那麼酸 因為其他 其他人買了之後都說 買到這個福利儀好棒喔 就是又便宜 然後又其實沒什麼瑕疵 但是我就想說 我買到的也太瑕疵了 而且不要說 網路 實體不是會有人辦那種 二手衣拍賣什麼的嗎 二手衣 它是去買一件那種連身的那種 就是下面是很像泳裝式的 可以拍扣子 就是Body的那種 下面那個回家開的時候 整片都白帶耶 怎麼會這樣拿出來賣 這個蜜蜜完全沒洗過 他拿出來二手賣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就很喜歡買 二手衣 原味 原味 那種是女生的 他說他收藏過兩件 馬當娜的原味 你信嗎 不可能 我說不信 大家就不信 有一天就去他家 他的內褲好大件 我說那是麥當勞叔叔 那不是麥當 超扯 很多啊 很多真的上面有痕跡耶 真的喔 老師也給過嗎 當然很NG啦 對啊 衣服 我買過幾次以後 我就再也不敢在網路上買 對 衣服真的要去買 那你還會 有信用的店家 你講到重點 那你會再繼續買嗎 因為我當初買的時候真的 我不是瞎買 我也是看大家的評價 超多人買到的福利 都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就是只有我買到會 就是 不知道是那個來還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說 這個品牌 哪妳還會再繼續 所以我又加了更多的錢 去買了他們的正品 對 我就看到我一個在北京住的朋友 他就PO一個線洞 然後他說很好用 然後我就馬上密他 我就說 我很想買這個耶 好用嗎 好用嗎 他說很好用 很大推 但是呢 我頭髮就是吹不乾 是不是很弱 真的很弱 真的很弱 真的很弱啊 放在背後吹 然後我一邊再拿吹風機這樣吹 太累了吧 對 還有 我的 我的第二彈 絕對也讓大家眼睛一亮 這個呢 就是去年最熱賣的那個電影 B.A.R.那個電影 巴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我就在網路上 先猜一下大家覺得這個是什麼 我覺得褲子很高 其實蠻可愛 蠻精巧的喔 牙線 就是 捲齒 看起來很時尚 很有質感 可以不要這麼man嗎 其實呢 它是去年那個B.A.R.那個電影 就是聯名的商品 我在網路上看到 我覺得 以一個藍牙耳機而言 我覺得它很漂亮 因為呢 你看喔 它就像馬卡龍一樣的size 然後打開 顏色也全部都是很有質感的 我帶給大家看 戴著它 然後這樣跑步 是不是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還不錯 但是呢它大概折合台幣是 這個是我在大陸網站上看到 折合台幣大概1500左右 不到1500 那我還想到我身邊所有喜歡 這個牌子啊 這個角色 還有這個顏色的朋友 我全部都發連結給他們說 趕快去買 要不要一起買 因為送過來這樣子 比較大家一起省運費啊 省運費 對不對 它的音質坦白說 沒有到非常非常好 但沒關係 我們不是很講究音質的嗎 1500毕竟 關鍵是它大概用了兩三次之後呢 原本窗保墊是100% 聽完一首歌 就變成20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我開始有朋友跟我反應說 欸 你那個有辦法維修嗎 我說沒辦法啊 它就是從大陸買來的啊 結果它的狀況是 聽完之後呢 一直耳朵沒聲音 只有左耳一直冒出聲音來 然後我的是 我的是瞬間會變煤電 然後其他的 過煤多久 多用幾次之後 我五個朋友當中 五個全部都有事 那我就覺得很羞愧 因為 是妳介紹的 因為妳勸款 妳推薦 對啊 它還說韓竹這模樣維修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屬於那種大陸的白牌 就是大陸完全沒有牌子的那種 3C產品 然後可能跟這個牌子 買得聯名 或者是說 根本就沒有告知這個牌子 就直接刪在了一個 做成桃紅色 然後有它的LOGO的 結果呢 它現在就是個裝飾 就是它現在衝到100%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辦法用了 所以就是只能丟在寶寶裡 天啊 雷齁 蠻雷 NG 這個真的是蠻危險的 好啦 我在120%那一組 我當機 OK 真的耶 來 黃琴 黃琴 跟佩潔都還沒有 就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喜歡 網購買衣服的人 因為我就很不喜歡出門逛街 有一次就是我朋友 然後這網站我買很多次了 然後呢 就買到這一件衣服 因為我朋友非常喜歡看那個 去年那個沙丘那部電影 逛那網站的時候 我看到這件衣服 就說 沙丘風模特兒穿起來超好看 然後我傳給他說 好看 買 這樣子 他就說買 然後我就想說 好 他喜歡 我就想說買來送給他 收到貨的時候 然後我就拿來試穿 結果試穿的時候發現呢 它下面的這個紗 對 你怎麼知道 你看得出來 你看得出來喔 我看得出來耶 它這個紗是透明的 它其實一層的時候是透明的 完全看得到手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穿上去的時候啊 穿上去的時候 屁股在外面的 然後我就想 老師很愛吃這一招 對啦 我也知道 但是 但是你這種衣服 你裡面不可能再穿一個短褲啊 你穿安全褲也怪怪的 因為你就一定看得到屁股這樣子 你又不可能不穿 那因為它又很便宜 所以我就想說 我那時候想說是不是 就是我的問題 你知道我後來回去就是看那個圖片 我發現它圖片上 動手腳 你看 窗上去是半透明對不對 對 它把它修圖變成不透明的 然後它也有一張照片 有這個軟體喔 可以透明 對 然後呢它有一張照片 是Model蹲下來喔 我就是沒有 我就是沒有覺得那 沒有發現那張照片怪怪的 因為它Model蹲下來 它的屁股一半在外面 它的屁股是就是看得到 這多少錢啊 這件 這件多少錢 三四百塊 所以我就想 所以就想說 就當襯裙就好了 對 然後所以就想說就不要退了 可是這件真的我沒有辦法穿 我本來是想說是不是我比較高 所以我想說還是給我朋友試試看 我後來發現應該不是我的問題 就是所 應該是它本來版型就怪怪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喜歡在網路上買東西 然後有一個東西呢 就是我看了很久 我看了很久 一直想說到底要不要買 戰力式吹風機 我有買 這個 我曾經心動過耶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對 我也很想買 我看超久的 我看超久的 然後呢這一台呢 台灣沒有在賣 台灣是不是買不到 他只能在淘寶買 他很多牌子 對 很多牌子 然後呢 我就看了很久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看到我一個在北京住的朋友 他就PO一個線洞 然後他說很好用 然後我就馬上密他 我就說 我很想買這個耶 好用嗎 好用嗎 他說很好用 很大推 你不要買便宜的 因為它牌子很多對不對 對 他說你不要買很便宜的就好 於是我就買這一台 最貴的 中等 中上價位 多少錢多少錢 他三千多塊台幣 他感覺還可以唱歌耶 對 我要唱對才寫 麥克風 對 當麥克風 我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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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這樣舉起來 我跟妳講 因為他 他的評價就是好幾百條 然後買過的人是上萬的 所以我就不疑有他 然後在他 淘寶是沒辦法退貨的 因為我們 因為淘寶還有七天的那個 賤賞期 可是我們運過來運過去 我們還要轉運站 你不可能退 我就想說 我當初想得好好的 我就是這樣 我就這樣做 做著然後他就吹 他是往下吹的喔 對 你可以調整啊 他稍微可以這樣子調 稍微這樣可以調 然後呢 但是呢 我頭髮就是吹不乾 因為我頭髮是很長又很厚 然後呢 他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他就這樣 你就 我本來想得很好 我想得很完美 我放這樣吹對不對 我可以滑手機化妝 因為你沒有對準 你這樣吹不乾 你根本沒有吹到喔 你根本沒有吹到喔 放側邊 一樣 一樣 你好像一直沒吹就好 不是... 他的風也不大 這邊 好吹在這裡啦 是不是很微 是不是很微微 那你要對準啊 我跟妳講 這最大的嗎 這最大的 然後呢 用吹風機就好了 不是 我頭髮很長 那你如果從下往上吹 對啊 這不能從下往上吹 我就是不要用手 我才會買直立式吹風機 測試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邊滑手機 它只有一個功能嗎 它就是可以變溫度而已 它就是 涼風變冷風 但是就是最... 最強就這樣子了 是不是很弱 真的很弱 真的很弱啊 確定 它聲音好大聲 確定 而且它很大聲 感覺風量很強 對啊 是不是很弱 而且它還很吵 它還很吵 你還不能拿來唱歌 它還蓋過你的歌聲 然後反正我就坐在那邊 吹吹吹吹 我弄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發現我裡面都是濕的 後來我就覺得太浪費了 而且它這個還不熱 還不熱 熱都不熱 對 然後我就想說不能浪費 因為不能貴 那是電壓 不是 不是 我是買 我是故意買那個台灣可以用 國際可以用的 然後呢 我後來只好就是 我覺得太浪費 我就是 放在背後吹 然後我一邊在拿吹風機這樣吹 太累了吧 對 我就覺得很浪費 然後這個很佔空間 但是 我又覺得說 這樣我稍微可以省一點點 你其實只要買一個掛頭 然後吹風機 掛上去 直接對著你的頭吹 對 而且它還比一般的吹風機還要 風還要小很多 購物運是大好的星座 第三名 我覺得就是 第二名就是 八月份購物運挺好的 如果工作上表現出色 要求加薪也滿有機會 第一名當然就是叫 我看到了 我跟你講 三千塊以下的不能買 因為真的風就是像你這樣子 空空爛爛的 你知道再買貴一點的 我的那個呢 是有三段風 三段風力 三種溫度 我跟你講解放雙手 我大概20分鐘 我頭髮也是很長 真的喔 真的 在膠大 那給我連結 同時什麼很貴的那些 五六千塊的吹風機 我都現在也不買了 可是今天錄完這集 只要跟店流有關係 是找吹風機 對 沒錯 你買多少錢 你買多少錢 他們在互相燒彼此 我跟你講 沒有 對 五千多塊我有看到 我的三十分鐘沒有了 我在改變他的照片 但是就覺得 差一點點錢而已 要買貴一點的才行 我以為這個已經很貴了 對 然後呢 就是我還有買過一個 就是網 因為我很喜歡上網買東西 然後呢 我就養兩隻貓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平常買這個 不是 可以這樣 就買的是狗 貓咪的東西 我都全部都買了 買貓咪東西 我們平常買豆貓棒 是不是就是可能幾十塊到 兩三百塊 然後但是就是那個 釣魚式的那個 就很容易斷掉不好用 然後呢 我就上網逛那個 買東西的時候 就看到這一個 動物星球頻道 有一個 專制餓貓的專家 然後我常看他的節目 然後他的牌子 他出了一個牌子 然後賣豆貓棒 可是很貴 一千多塊 我知道那個專家 你知道那個專家對不對 不然呢 不然一般的豆貓棒 多少錢 五十塊以內 就很便宜的一百 一兩百 然後五十塊幾百 然後那一隻要一千多塊 我買的時候是一千多塊 可是我就想說我很下心 買買看 然後我買到 我收到的時候超開心 超興奮的 牠就長得跟一般豆貓棒不一樣 牠就很奇怪 貓咪就真的很喜歡 然後我一拆開的時候 我就馬上就跟我們家的貓咪玩 我們家的那隻貓咪是 那時候才兩三公斤而已 然後就是比較小的貓咪 然後牠看到那隻超興奮的 然後我就這樣一甩出去 然後牠就這樣咬住牠 咬一咬一咬 牠的桿子就 短了 牠不能咬啊 牠的桿子 不是那個 本來就是給貓咪咬的 那本來就是 本來是給貓咪咬的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回事 是我的貓太用力了嗎 還是說我太大力甩出去了 牠就像吊桿的那種 我就摸了那個桿子 牠軟 牠是有影片 有影片 好 我們看一下 你看就是那個人 這是那個沾桿 真的太扯了 我氣到 廠商換一個新的給我 我打開不到兩分鐘 桃子丸 又斷了 蛤 牠是鐵的 我跟妳講 牠是鋁做的 然後呢 我第一支不是壞 斷了嗎 然後我就去跟那個 我就想說是不是品質 那支剛好不好 然後我就跟那個購物網 的那個客服 申請換貨 馬上就又借第二支 一模一樣的來 很有誠意啊 對 很有誠意 然後我一樣一打開 我就要一丟 就是不到兩分鐘 歪掉 不是 牠整個就是斷掉了 你再用力一點 牠整個就會斷掉 然後我才想說不對 這就是品質 牠本身商品品質有問題 然後我就去申請說 我不要換貨了 我要直接退錢 這個時候 客服那邊就打電話過來了 我就問我說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個要退錢 我就說這已經借來第二次了 同樣是你們品質有問題 但是那個客服不是廠商 牠就說好 那我去跟廠商講講看 看能不能退錢給你 結果你知道嗎 牠後來竟然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那個廠商說 沒有辦法退錢給你 而且呢 為什麼 牠不但不給我退錢 也不給我退貨 牠還要我賠上一支的錢 那最後你有賠嗎 沒有 我太生氣了 我太生氣了 所以我才拍影片 然後我就反正那次就非常生氣 因為你看有專家背書嘛 你就會很相信他 解決了就好了啦 對 好 佩傑 可是 我第一個買的是這個沙發 牠很薄之外呢 我那時候就是 我真的圖個便宜 我想說我就去某賣場 找那種便宜的沙發 牠大概 其實牠才三千塊不到 是真的很便宜 但是我買回家之後呢 我發現牠就是一個玩具沙發 因為牠這樣雖然標榜 好像可以坐兩個位置對不對 但其實我一個人坐上去就滿了 而且我的屁股大概只能坐三分之二 所以我會有大腿蹭在外面 妳已經很小隻了耶 對 我已經很小隻了 但是牠其實很難做 再來呢牠做不到三個月 牠的這個那叫什麼海綿 就會 趴下去 對 趴下去 所以我等於直接坐在那個木頭上 然後有一陣子我就覺得 就是我的尾椎很痛 後來我就把它丟掉了 好 那這兩千多塊就算了 妳是買到燒給阿嬤阿公的那種沙發 或者是寵物沙發 回來的時候 給寵物稅 合理 而且是小型寵物 給寵物其實滿合理的 因為牠真的很小 但是我覺得我整個家好像是假的 你知道 我第一次聽到沙發兩千多塊 很便宜對不對 會不會心動 不是 不會心動 因為牠的照片也真的是夠美 所以我才覺得說 試試看 剪個好貨 然後再來呢 大家猜一下這是什麼 馬將桌 NO 而且牠包成這樣 你知道我光是 我光是拆牠這個 鏡子 旁邊有一個鏡子 對對對 牠是鏡子 因為我搬到新家之後 我想要有個全身鏡 但我不想要是 牠是會移動的 所以這種是那種瑜伽 或舞蹈專用的貼牆面那種 軟鏡 妳買回來貼在自己 貼在牆壁上是不是 對 我就是不想要牠是 貼的那個會變形 我就沒想到這一點 牠買回來真的是哈哈鏡 第一 牠送來的時候 非常難猜 牠這個木頭都是釘死的 好像翹的 對 然後我一開始我想說 完了 我要怎麼把它打開 然後我就跟樓下管理 試接那個貢腿 然後怎麼敲牠都敲不了 然後牠就借我鋸子 我鋸得滿頭大汗 然後把這邊鋸斷 鋸斷 鋸斷 才把這鏡子好不容易抽出來 然後抽出來之後 好 就是 對 牠就是一個哈哈鏡 再來你有沒有看到牠這個 這個髒屋 這是買來就這樣耶 牠就是這麼不清楚 還用了那個報紙跟清潔機去擦 一點用都沒有 然後後來我想說算了算了 我也懶得去拆牠 就拿來對顏色 衣服的顏色 結果牠還有色差這樣子 對 然後我樓下 因為我家樓中樓 我後來樓下又買了一個 就是正式的鏡子 這個桌子更誇張了 我想說 又想要買 不是我們到實體店買 對啊 家具這種東西 不是都要先輸 就不會再想要再買 我想說就是 就不會再相信自己 你想隨便弄一弄就好這樣 我想隨便弄 但我想要用的稍有質感 至少拍照起來也好好看的東西 那時候因為搬家 我就想省一點錢 然後這個沒錯 它就是要組裝的 但我買這個桌子回去之後 我發現它是兩邊 都可以這樣折下來的 所以它攤開來 它在我家很像這種普度桌 超級大一張的 然後那個桌子一站上去 我想說 沒地方走 我要怎麼過去 我要怎麼過來 反正它的高度也不對 再配上我這個沙發 其實就是那個桌子 已經蓋到我的眼睛了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怎麼一再的採雷在這個 買家具上面 接著下來 我要 我們還是要購物 因為小舟 我們要跟它買就對了 跟著他們 其實我覺得 十二星座裡面 金牛座滿會買的 而且金牛座品味也不錯 然後他們花錢 他們真的很喜歡 花錢是不手軟的 通常跟著金牛 你會買到便宜又好用的東西 他也不喜歡給人家拼 所以他們的購物運一直都是很好的 那剛剛有跟我說就是 他希望知道說 下 未來的三個月 我們就未來三個月就好 好耶 購物運是大好的星座 第三名 我覺得就是 獅子座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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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是未來三個月的第三個月 好不好 第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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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9月 9月 9月開始 對 因為我們講到購物運好 一定這個運好的話 就跟你的理財運也好 財運也好 一樣的道理 所以那段時間是很適合理財的 或你也必須要去 一定要去對賬吧 判賬單吧 你自己本身就忽然間對錢這件事情很有感覺 所以購物運就會好起來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一頭熱 這種運的時候 你連退貨都願意退 然後也退得到錢 就不會不願意退了 就會去處理它 來 第二名就是 八月份購物運挺好的 巨蟹 巨蟹果王 請 恭喜 好 那當然 因為我們這一集沒有講破財 所以我們只講理財 八月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是會買到物超所值的好東西 那個時候可以入手稍微昂貴一點的 然後應該會有類似貴人來 怎麼說 引戒 打你折扣 然後 很重要 對 然後那剛好又是你要的 這種八月 九月 理財運好的時候 如果工作上表現出色 要求加薪也滿有機會的 加薪也滿有機會的 這要好好運用 那第一名當然就是叫你 我看到了 雙姿正的變化 雙姿正的變化 好厲害喔 七月份嗎 七月就是你們的月 真的假的 就等於三個月 我就可以開始買了 對 因為我自己買東西是這樣子 我很喜歡去認識人 認識很多朋友 像老師講的其實就是 沒有 你就不認識朋友 你跟這個人真的是好朋友 譬如說廠商是好朋友的話 他就會算你便宜 可能算你整本價這種 不一定 是嗎 真的耶 我自己是這樣 我自己遇到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雙子還滿容易遇到 就是看你順眼的 然後就好 可能就很阿沙利 送你 買一送一 對 或者是這個不要算錢 就這一類的 我很常遇到 還有雙子可能會領到一些 比如說你只是提出一個要求 我最近缺褲子好了 可能旁邊就有一個大哥哥說 我的褲子已經穿不下 送你 他脫下來說 我缺一件紅色的 原味的 說不定 紅色的套裝 自動就來了 自動就來了 未來三個月好好把握 好的 好耶 所有的星座朋友們 如果你對星座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你正在受困當中 一直解不開 你可以關注我們 就去追蹤旅人我的社群網站 就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